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希望直升TV 今天是美东时间5月26号星期天 一起来看一组最新消息 在联大国际法院发布模糊的停战令之后 以色列国防军继续推进拉法攻势 27号,以军加强了针对拉法的军事行动 军方表示,拉法是哈马斯的最后一个主要据点 根据国际法,以色列有权自卫 而法院也没能阻止这种军事行动的进程 27号当天,以色列国防军袭击了拉法西北部的哈马斯大院 造成了目前为止在拉法地区的最大规模打击 军方说,这次攻袭造成两名哈马斯指挥官死亡 而哈马斯当局说,这起攻击造成35人死亡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告诉以色列时报 美国了解有关拉法事件的报道 并正在收集更多资讯 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本次拉法空袭的目标只有哈马斯大院 原因是大院里聚集着恐怖组织的高级官员 以色列国防军在一份声明中说 这次袭击是根据国际法使用精确弹药 获取了哈马斯恐怖分子使用这个地区的情报 针对恐怖分子而进行的攻击 声明说,哈马斯约旦河西岸的总部指挥官拉比亚 和另一名高级官员在拉法的这次空袭中丧生 军方表示,拉比亚管理约旦河西岸总部的所有军事阵地 参与了为恐怖目的转移资金的活动 以及在约旦河西岸的哈马斯定向袭击 拉比亚本人和另一名官员 还在2001到2003年期间发动了多次致命攻击 导致以色列士兵死亡 军方说,他们注意到有关导弹袭击和大火 造成附近巴勒斯坦人营地平民伤亡的报道 据说,这起事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26号下午,哈马斯向以色列中部发射了8枚火箭弹 这是大约4个月以来最严重的袭击事件 公开消息显示 其中三枚导弹被以色列铁穹反导弹系统击落 另外五枚落在空旷地区 袭击掉落的弹片导致特拉维夫郊区的一栋房屋受到行为损坏 两人受轻伤 在当天后不久 哈马斯安置在拉法的火箭发射器遭到摧毁 这个发射器在发射了8枚远程火箭弹之后被击溃 地点距离以色列军事行动地点约800米 乙军表示 哈马斯恐怖组织把他们的资产放置在民用设施和基础设施附近 同时利用加沙人民作为人体盾牌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说 当以军部队接近发射区域时 哈马斯从平民人群中发射了火箭 我们在很多哈马斯盘踞的地方都看到了这种做法 哈马斯担心失去这些武器弹药和火箭 因此 当大家看到以色列国防军部队接近时 就会在人群中开火 当天 以色列对外界公开了现场的视频 指控哈马斯当局的战争罪行为 在以哈人质协议谈判方面 两方缺乏显著进展 在有关五名女兵被绑架的视频曝光后 内塔尼亚湖政府宣布重启人质谈判 但双方仍然缺乏显著突破 目前为止仍然处于僵局 27号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 抨击哈马斯的无理要求 并再次强调应该根除哈马斯 声明说 虽然以方一再给予谈判小组广泛的谈判授权 但哈马斯加沙领导人辛瓦尔仍然要求结束战争 如果以色列国防军现在从加沙地带撤军 那么哈马斯将能够一次又一次地 重新实施10月7号的暴行 26号消息 俄国近期加强了针对欧洲的秘密破坏活动 美欧安全官员说 俄国军事情报部门格鲁乌 是欧洲多地纵火攻击的幕后黑手 这是为了破坏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 据悉 俄国的间谍机构主导了欧洲多地的纵火 或纵火未遂活动 目标范围广泛 包括英国的一个仓库 波兰的一家游戏工厂 拉脱维亚的住宅 甚至是立陶宛的一家商店 美国和欧洲官员说 这样的纵火活动的目的之一 是制造欧洲日益反对支持乌克兰的形象 用于维持俄国国内的宣传 同时 一些俄国间谍也因策划袭击美国军事基地而被捕 外界警告说 俄国间谍机构通过这种方式 在民间散播恐惧 增加各国的内耗 举例说 在挪威 能源生产商和军工厂面临意外的袭击 而在波兰 总理斯图克日前宣布 逮捕12名涉嫌为俄国情报部门实施殴打 纵火和纵火未遂活动的人员 爱沙尼亚总理卡拉斯上周表示 俄罗斯正在对欧洲进行影子战争 今年3月 伦敦一家仓库发生火灾 这家仓库被认为参与了对乌克兰的供货 火灾的原因直指俄国间谍 了解事件状况的安全官员说 格鲁乌特工利用位于英国苏塞克斯的一座俄罗斯外交大楼 招募当地人进行纵火 4名英国男子被指控在袭击中纵火 其中一人被指控协助外国情报部门 作为回应 英国驱逐了一名为俄国情报部门工作的军官 并关闭了几座俄国外交建筑 包括于苏塞克斯的格鲁乌秘密行动中心在内的建筑 遭到查封 安全官员说 雇佣当地人员是最近的俄国破坏活动的一个特点 这在一定程度上能让攻击更难被发现 并让他们的举动看起来像是国内反对支持乌克兰的结果 现任新美国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泰勒认为 对俄罗斯来说 在各地进行间谍活动并不是一个成本非常高的策略 因为欧洲都在单独应对 他们想把战争带到欧洲 但他们不想和北约发生战争 所以他们正在对欧洲进行所有常规攻击之外的勾当 前线方面 26号 俄罗斯军队在哈尔科夫市东北部的沃夫昌斯克附近 继续进攻行动 但是没能在这个地区取得优势 也是在当天 乌克兰军队在哈尔科夫以北的利普特西 重新夺会了俄军占领的阵地 在乌克兰国内 俄罗斯26号轰炸了哈尔科夫市的一家五金超市 当时建筑物内可能有200多名购物者 这次袭击造成至少两人死亡 20多人受伤 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强硬谴责普京的袭击行为 说只有像普京这样的疯子才会用如此卑鄙的方式杀害和恐吓人民 为了补充萨德和爱国者系统的需要 韩国日前成功完成自主研发的远程地对空导弹系统的生产 这是韩国最新获得的重大成就 由于这个系统的开发已经完成 报告显示 远程地对空导弹可能会在明年投入生产 并在2028年准备好部署 作为韩国的新式防空和导弹防御系统 远程地对空导弹系统的目的 是击落高度为50到60公里的来袭目标 而且满足所有军方技术标准 被认为能够同萨德和爱国者两种军事系统合用 适合作战 就在几天前 韩国政府发布新闻稿 强烈谴责朝鲜的火星11地导弹发射 并说这是明显的挑衅行为 严重威胁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 英国媒体指出 去年在首尔举行的阅兵式上 韩国首次展示了远程地对空导弹 并把它视为国家发展对朝鲜导弹防御战略必不可少的武器 韩国也建设了一个军事采购机构 来应对迫在眉睫的朝鲜威胁 上个月 韩国决定增购SM-3 也被称为海上弹道导弹拦截项目 这个计划将通过美国对外军售活动 购买并安装军事弹药设施 补充宙斯顿舰艇的需要 而在27号 朝鲜宣称 将在6月3号之前发射一颗间谍卫星 并就此事通知了日本 在这个过程中 北京政府被怀疑躲避由欧美颁布 联合国批准通过的制裁 对朝鲜秘密运送军事物资 以大力度支持朝鲜的生计 很多海外华人都在使用微信海外版WeChat 和国内的亲朋好友联系 日前 微信更新了WeChat的隐私政策 由海外网友研究后表示 背脊发粮 名为澳洲Alex老师的网友制作的视频 在网络上流传 他说 近来 很多海外华人在打开微信的一瞬间 就跳出一个对话框 Alex仔细研究了WeChat的隐私政策 发现WeChat的规定 他有权利随时暂停 或者是完全终止WeChat的各种服务 如果注册首席号码在美国 澳大利亚 英国 欧盟 或者是新加坡 那么有额外的适用条款 首先 使用WeChat所采用的账号名称 用户ID 以及其他的识别资料 都是WeChat公司的财产 无论什么原因账号被停用后 公司可以收回 重新使用这个账号 而这个账号由谁控制 则不得而知 条款里说 在遵守WeChat隐私协议的前提下 可以在全球各地于任何媒体 并通过任何方式 复印 复制 托管 存储 处理 改写 修改 翻译 执行 发布 与勘载您的内容 Alex又查看了WeChat隐私条款 里边说 我们在我们公司集团内部 共享您的个人信息 这项隐私条款还规定 如果使用的是WeChat 但好友中有国内的人 使用国内版本的微信 那么两人互通信息的时候 就要遵守国内微信的规矩 国内微信隐私保护指引规定 微信会记录你的部署信息 手机联系人信息 位置信息 还有在朋友圈上传的文字 照片 视频 评论 点赞等等信息 在使用微信的群聊功能时 群聊名称 群公告 群成员的昵称 群设置等等信息 也都会存储在微信的服务器之中 Alex说 以前从来没有关注过这种条款的更新 尤其是隐私条款 但是这次看完后 真是不看不知道 看了吓一跳 觉得后脊被发凉了 在海外社交平台X上 有网友说 微信就是用来收集客户信息的工具 在微信的世界里 所有人都在裸奔 毫无隐私可言 中国日本和韩国领导人 在27号举行四年多来的首次三边会议 在这之前 美国与东京和首尔两个亚太盟友国家 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而在本次会议期间 中共政府试图以经济利益为筹码 继续和日韩两国接洽 不过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东亚主任 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日本主席约翰斯通认为 新的谈判不会改变日本和韩国 对中共当局行动和意图的重大担忧前景 对于这次会议 美国分析人士说 华盛顿没有理由担心 三个亚洲国家恢复例行会议 斯坦福大学东亚政策专家史奈德说 这次会面不会引起华盛顿警惕 三个国家在2008年开始定期会晤 但是在2019年以后就没有再举行过会议 被认为是习近平 针对美国发起关税制裁的间接影响 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26日抵达首尔举行双边会面 韩国总统尹熙悦也设宴招待领导人 韩国总统办公室说 他们定于周一举行三边峰会 并计划发表联合声明 三个国家的总理都会参加会议 外界认为 日韩和中共在安全问题上 存在无法解决的会议的重点是经济问题 而不是安全问题 华盛顿邮报报导 美国在亚太地区组建了国家军事联盟 用来对抗中共武力进攻的决心 目前 韩国日本和中共的关系 不断受到美国主导的脱钩行动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 东京和首尔可能会向北京施压 要求他结束侵害人权的不公正行为 帮助遏制朝鲜的核武计划 并帮助限制朝鲜和俄罗斯之间 日益增长的军事合作 习近平试图把电动车产品 推动到日本和韩国的市场 消化中国的库存 新的做法仍然涉及清销 已经增加了日韩对抵制 中共不平等贸易活动的需求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国际风云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赞订阅 也请转发给更多的朋友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订阅